紫叶千鸟花 这个品种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的叶片特别的好看 从它开始长叶片 到它开始休眠 它的叶子都是这种紫红色 特别的漂亮 它不仅可以赏叶还可以赏花 现在正是它的花期 上次有的话就说紫叶千鸟花 尽量的挑这种颜色红一点的 就什么有的颜色它会变绿 有的颜色它就比较红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光照 如果说这个紫叶千鸟花 它光照不足的情况下 它的叶片就会变绿 颜色会变淡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全入罩的环境下去养护 它的叶子就会比较好看 这品种是非常容易养的 特别的容易养 它没什么难度 你只要别缺它的水 任由它去生长就可以了 它就能够长得很好 这条也是自己越长越多 我们也不需要给它怎么修剪 如果说你想让它长得快的话 那当然是给它剪一下 它会长得更快 像这种苗啊 它这条太长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地方给它剪一下 它就会从下面的叶片 重新长出更多的分支来 现在也是它的花期 它的花开出来是这样的 粉色 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好看的 它的植株要长得高一点 才会开花 凡是开花的植株 都有60到80厘米 所以我没想让它开花的时候 就不要再去给它修剪了 这个品种强烈的推荐大家入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们下来这种仅 oldale灯吗 谢谢大家 词杨栏 词 我们下来